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媒体起题目 这是一个很大的诀窍 彭丽媛这几个字成为了一个热门词 所以他就这么说 这个内部消息当然跟彭丽媛没关 但你可以看到 他实际讲的是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在七月份召开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说 第一次分享的时候讲说 他是要在习近平过完生日 而七月份是中共党的 中国共产党七月一号 而七月份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720 对法轮功的迫害 但在普世的概念当中 在一般的很多人概念当中 不去讨论这个时间 但习近平的这个做法 确实跟这个两个日子直接相关 七月一号跟七月二十号 七月一号是共产党 七月二十号是当年 一九九九年 江泽民借助中共 用中共的概念 对法轮功施以迫害 所以这就变成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 经历了二十五年 那这时候他在三中全会 在这时候召开 那习近平要借助三中全会 宣布他重大的变革 重大的决策 那去效仿当年的邓小平 当年邓小平 1978年是1979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是吧 当时他把中共中央 在北京召开了 大概学习了一个月之后 在三中全会 当年的十二分 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概念 而这提出改革开放概念基础 随后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那邓小平重大举策 他是建立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否定毛泽东的基础上 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说法 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 若干问题的讨论 以否定文革 大规模的平法 大规模的平法 那是胡晓邦干的 从而平 而且把老干部重新扶出来 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 而那些老干部 也就为他们的子女 打定了一切未来的东西 所以前后铺垫是有这么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 他是经历了两年时间 1976年毛泽东死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死去之后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 然后中间经历了一个过渡的 这个华国锋 然后邓小平利用自己的手段 把华国锋罢免 这是一连串 就当时走出的一连串的步骤 而邓小平自己没有做 没有做这个 没有做这个党的主席 或者国家主席 没有 他掌控的是军委主席 所以这是前后 以军队作为基础 铺垫 从而我们看到了一个背景故事 那在这篇内容里呢 他就讲述了习近平有意效仿 当时的邓小平的做法 因为出现了军委主席负责 所以习近平就变成了军队的 唯一的主持人 唯一的发号司令者 而不是军委 军委只能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 而原来呢是由军委主席 跟副主席要签字 如何赚拿 就讨论如何如何 那我们也知道 彭丽媛的跟军委的概念呢 就出现了一个 它是一个培养未来的概念 那个专职人员 就是专职的概念 是很特别的 其实他超过了 超过了这个部门的第一任领导 那所有第一位领导都要向他效仿 就像其实他有点像 在中共国的铁路部分 很多都是军管 办军管的 所以彭丽媛的专职委员 有点像军管的这个军方代表 我就讲他的权利 没有人能迈过他 他所有人 所有都要经过他同意 所有都 这就是这么一个背景 那习近平如何效仿邓小平呢 否定他就要否定一个人 否定他的一切 然后甚至有着所谓的这种平凡的成分在其中 那被他否定的人 胡锦涛肯定不是已经被他嫁出去 对不对 那他之前胡锦涛被嫁出去了 再往前走是谁 就是江泽民 那江泽民已经死了 所以他已经免除后患 他没有关系了 而当时邓小平去否定毛泽东 毛泽东也已经死了 对不对 去评判了文化大革命 那如果今天的习近平 去否定江泽民 去评判 同样出现在7月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这是一个民间的迫害 那有可能就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在这个不同 在这个故事当中 就看习近平要走到哪里 我们不清楚 不清楚 没有人知道他要走到哪里 而就目前 我们在跟大家分享 这个三中全会的时候 曾经说过 习近平否定中共的 在国家的统治 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来建立总统制 否定共产党的统治权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的权利 来建立总统制 从而完成他的转型 以否定江泽民的方式 和包括他的贪腐 江泽民能够被否定的两点 一个是制造了世纪性的贪腐 毁掉了整个共产党的框架结构 一个是迫害了民间的信仰团体 那习近平如果站在这两点上 去否定江泽民 然后废除共产党统治 建立总统制 而今天他现在所作所为 是一种铺垫 表现出来的强硬 对美国人的强硬 对这强硬 来强化他的权威 就是他的权威性 那如果真的这东西出现的话 就变成了所谓反美的一切 甚至跟俄国人联手的一切 都变成了他权利的铺垫 他就最后一击的铺垫 再树立他个人的威望 这些都是假的 是演戏 过场戏 而三中前会 却是决定的 完全决定性的 这是我个人在看到这篇报道 实际内容之后 我跟大家展示 展示这么一个场面 而这个场面呢 可能对很多朋友说 说曹哥你一直对习近平 抱有希望 他是一个很奇怪 很奇怪很奇怪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所有人都在骂他 所有人都二百猪头也好 这也好 那你们谁能把他顶下来 没有 没有 就是历史的一切 给他推到这一步 这是真的 所以他以否定江泽民 如果说 以再贪腐的角度是自然的 如果他真的 以平反法轮功 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就是他来突出他的总统制 这是涛哥个人说的 那就是巨大的事件 整个世界的一切就出现改变 出现 出现改变 而他真的能这么做的话 如果共产党在他七月份 被寿终正寝的话 那确实是变成了东升西降 共产党是西 对不对 这是肯定 这样的话 就是一种反向做法 借助三中全会 他有可能修改宪法 反过来用宪法 去毁掉共产党 可能朋友会说 涛哥你想多了 有可能 但这条路 就是他是有这么一条路 这条路呢 走起来是比较自然的 跟大家分享这篇报道 而这篇报道的本身 是来自于袁洪斌 袁洪斌呢 是北大 是他在8964的时候 是完全支持学运的 然后来被贬到贵州大学去了 到了贵州大学呢 他在贵州 后来升任到贵州大学的 法学院的院长 在带领了法学院的 这个访问团的时候 他泡 他到澳洲的时候 他脱队走了 那而他的文字呢 很特别 叫袁洪斌的文字很特别 非常的华丽 不是一般的华丽 非常的华丽 你让我看 我都觉得 哎呦妈呀 就是就是 反正我 咱是干 实在没有那本事 实在没有 这是袁洪斌 那袁洪斌呢 后来就是经历过这么波澜吧 他曾经在这个台湾住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也做一些自媒体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风格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他后来人们对袁洪斌的报道 就是大家有这么认为 有那么认为 但是呢 我以为他现在 他这篇所说出来内容呢 是蛮有趣的 起码跟我个人的想法呢 跟我个人看到的习近平的走路的 这个方式呢 是能够贴 就是习近平有这条路可走 有这么一条路 这条路是蛮特别的 习近平终于做出重大政治抉择 是否在三中全会上 公开展开对江泽民 复辟资本主义路线的揭露 批判跟斗争 以三中全会结议的名义 确定习近平 挽救了中共党 国家和军队的历史地位 所以在他的说法 在他杨洪斌的说法中 还包含了中国共产党成分 这个是真的 所以他里头也只字没有谈到 对法轮功的迫害 那他只是说 去借助了否定江泽民 来确立他的历史位置 我不敢去评价他对错 这个咱坦白讲 那袁洪斌也有 我跟大家解释过 他有他的一种风格 在习家军中出现重大政治抉择 出现两派 蔡奇 石泰峰 李淑磊 王小洪 支持上述决定 他们认为不迫不力 只有公开江泽民的路线 导致了权力大腐败 他造成了中共亡党 亡国 亡军危险 确立习近平的英明领袖的地位 从而全国总动员 军事解决台湾问题 积累足够的政治权威 在他的评价当中 台湾成为了关键所在 可能跟袁洪斌 长期居住在台湾有关 那他今天其实怎么凝聚权 凝聚这个权威都没有能力去解放台湾 其实这个解放台湾是一个伪命 在今天来讲是一个伪命 他的火箭部队的瘫痪 他的一切东西的这种抄袭 那在完全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方式的 一种强大 就自我封关 自我发财的 自我感觉良好的 这种东西 他不存在对外伤害 就像今天的朝鲜 今天朝鲜再叫嚣的一切 都不存在对南韩的伤害 他一定要设立他的敌人 随时准备战斗 是为了确定他的安全感 因为你今天的金三胖 不确立一个人民奋斗 憎恨的目标 人民的憎恨就会到了金三胖身上 习近平等同 习近平不树立台湾 解放台湾的一个永久的目标 人们爱国主义的奋斗的目标 人们的憎恨就到他脑袋上 他道理是一样 对吧 所以就像日本一样 那人们就开始选择日本 就有条件的人 对吧 他原因就是在他憎恨日本的过程中 人们心里头发现 日本真是我去的好地方 就这个 对吧 打倒美帝国主义 全本美国跑 是一样的道理 另一种意见 李强李希 赵乐际 王沪宁 丁薛祥 常委 他们认为 首先集中权力 国家能量 果断与军事行为为主 解放台湾问题 然后再展开党内清算 江泽民 邓小平 我不认为这条路是存在 不可能 李强李希 不是反对习近平的人 不可能 不可能 在没确立他的威望之前 而从而如何如何 那赵乐际 赵乐际 王沪宁 心里有小九九 否定了江泽民 王沪宁就寿终正寝 很可能 因为 就王沪宁就变成了 头顶上悬着一把利剑 丁薛祥呢 谈不上 真的 丁薛祥因为长期在他边上 李希提出来说 在解决台湾之前 对江泽民跟邓小平 势力的清算 应当是只作不说 以查腐败为主 谈不上对邓小平势力的清算 所以这个消息这么说 我以为就偏差了 因为邓小平本身 在习近平跟邓小平家族 照了那张相之后 他已经没有任何机会 你邓朴方 他什么势力 江家的势力 这是存在 因为整个江家 并没有被动 所以他认为呢 以权力腐败为主 不提政治问题 习近平主要在这个 重大政治抉择上 长时间抽搐不绝 一拖再拖 所以 其他什么要影响 彭丽媛进政治局 什么传言是没有关系 彭丽媛进政治局 的做法 远远迅速于 对江泽民的否定 所以在我眼睛里 看到了一个更大 就是如果他这么做的话 他就变得更大 他就为今 为今天的西式王朝 完全打开了一个场面 这是 这是可以能够预见到 完全可以预见到 而且他可以有条件 走到这一步 而且最大可能的缓解 这个社会的压力 因为这个 如果他这么干的话 对于谁来讲 都没有 只能感叹 因为没有任何第二个说法 从权力 从国家的 国家军委主席负责制的 权力的改变 和传言曾经提到说 他要修改宪法 三中全会修改宪法 变成国家主席制 国家总统制 而不是党领导一切 其实都有了一种 类似的谱点 我希望我能跟大家解释清楚 包括他现在的做法 包括普京要来的做法 普京 就普京而言 我以为他也不会反对 习近平 否定共产党 因为普京自己也否定了共产党 所以他就变得很 很特别很特别的 一个抉择的事情 so far到目前 这个门就这条路 对习近平是打开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